今天跟下个礼拜的两个单元 其实是算是说要来深入的认识 Tidyverse的两个很重要的套件 不过今天主要要看的是 里面的一个叫做DPLYR 这个套件里面 它提供的一些函式 我再也要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 Tidyverse 它是在R的语言 或者说R的程式设计界 很知名的一个套件 因为它其实算是一个套件的组合包 它是包括了很多套件的套件 只要你安装了这一个 那你就可以用 现在你们可以看到的这些logo 就是它所包含的主要的几个套件 不过它未来还可能会再扩展有别的套件进来 目前它也有一些没有还在实验中的 我自己觉得也是很好用的一些套件 也很好用的一些套件 可以用在说更深入的一些范围里 不过我们今天还有下个礼拜主要是会特别去谈的 就是这个DPLYR这个套件 那么现在像这一种有很多人在维护的这样的套件呢 他们其实都有在维护一个这样的一个属于这个套件的说明网站 就好像是我们 其实我的课程的网站的设计也是有一点在效法这些套件的开发者 所以如果说你对于你当你要使用这个套件中的一些函式 那想要知道说有些地方要怎么去调整 或者说就是碰到像刚刚说到的那样子 就是说执行出来的其实并不是我想要的这样的结果的时候 那我是会建议除了Google之外 可以去找的就是找这些套件中 他有没有他的一些详细的说明 那甚至这些套件他都还有设计一些 就是像是一个示范的例子 你就可以去知道说他里边的这些函式可以做可以用来做什么 那今天的这个单元主要会用会学到的是这些函式 那下个单元会是有会也都是会来谈怎么用 那不过我们那么在这个SiteTeachR的这个电子书 在这个单元呢 他先暂时 我们先暂时把那个正向心理学资料 这个单元先暂时放一边 我们改用另外一个资料来去做 这个用什么资料 但是这个练习永远都是属于一种Setup 那么请大家呢 你自己的那个 你自己把专案Clone之后呢 你的Assignment里面应该有放了一个Setup 那请把这两个Library先把它给载入进去 OK 好这个应该是基本动 基本动 基本动 基本动作了 那以后都几乎每个单元 甚至包括你的期末做期末的专案 这些基本动作都都是要先做好 所以我想这个就不用太需要太多的解释 那我这边也特别介绍一下 刚刚其实在刚刚那个做复习跟回顾的时候 也有想要讲 但是我想在这边讲也是可以的 就是因为等一下我们还是会有 每一个练习都是要在Chunk里面写程 写程 写这个是程式嘛 好那但是我现在先Neat给大家看 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一个 这个有没有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出现一个 等一下会注意要注意的事情 好那个Baby Nance如果说找不到的话请另外安装 OK好这边目前目前还没有看到 好因为我这边有事先做了一些预设 这个是讲是就是讲解用的 好那 我先试试看好在 因为在一般的这个状况之下 如果说你的这个 就是 等一下我先把这个给弄掉 因为这个刚刚这个刚刚我才注意到这个刚刚不 我刚好像不不小心剧透了一个等一下练习中 要各位去做的东西 好就是因为 如果那个你们其实如果在在上一次应该也有注意到你自己 你自己Neat出来 很多R的Chunk 后面 就是大家你输你输出之后都会有一些什么Message啊 或者是警告的讯息 对不对 好那如果说你不想要Neat的这个成果 因为有那些警告讯息或或是那些放放放在跟这些文字排版放在一起看 看起来会比较碍眼 如果说你不想要他们出现的话你可以在这个Setup这边 你就把你你可以就是在这个里面有注意到这个小这个齿轮 它里面的这个选担打开后 你可以就是说说设定说要不要显示警告跟Message 就是因为有因为在在这个Tidyverse的许多韩式 就包括你需要去读读入一个档案都会是是要去都都都会都会 如果说他有一些问题的话 他都会显示一些讯息或是警告 如果你不要那个输出的档案有这些讯息的话 那你就是记得就是 那你是可以在这一开始这个Setup这边就先设定 Message跟Warnings都是False 这是一个小技巧 那要不要用就是看各 要 大家说看要怎么样就是看各位自己 好那没关系我们现在就来先来看这个练习二 好练习二就是要会要去预览Baby Nets这个资料 那这个很简单那刚刚有同意提到 如果说你的你的那因为这Baby Nets 它应该是不是在Bass里面的资料库 那如果没有的话请你们就是自己 记得在这边Install 或者是在这边应该会有显示一个讯息 因为你如果有写了在这边写了一个Baby Nets 它如果侦测到说你的package没有Baby 你的package里面没有Baby Nets的话 那你就请按照它的说明 或者说你自己手动就是这样子去做安装 OK好我这是秀给还不大熟悉的同学 好就记得 然后在这边的话就很简单 我就只要去看Baby Nets有什么 因为我这边是有汇入了 好所以才会有 所以只要直接去输入Baby Nets 我们就可以看看它里面有什么 它这个 这个 就是说 这个 我这要打一下才会比较好看 就是Data Wrangling 就是资料整顿 就是在这边输入Baby Nets 然后我们直接做Nit看看 OK好有同学很好心怎么install 他有在聊天室 就有放怎么做install OK 好那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就可以看到Nit出来之后 就显示出了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这个电子书跟电子书的范例 我们来看一下 跟电子书的范例应该是一致的 OK 就在这边 我们就直接试练习耳朵 这个练习 看起来很简单 对不对 那其实 那个所有的那个 Data的分析就是从资料科学的这一步 来第一步我们都是首先要先 稍微看一下 这个我们现在在处理的这个资料 资料集 他有一些什么样的 一些特性在 那在电子书中呢 他有特别有列了一个表格 就是解释 因为他的这个变相没有很多就五个 他有解释每一个变相 他的这个资料的形态 还有这个资料里面的数值的意义 好就是像这个 那这个babynance 他是 他是收集了美国 美利坚共和国从1880年到 我自己 最近是查到2014来2017年 每一年 那个在美国出生的新生儿的名字 好那你们应该也知道台湾好像内政部也有在做这个统计 就是统计说每一年那个新生儿的姓跟名 好那个那个 喂呃呃呃其实那那你们应该可能有听过什么 菜市场名的统计 那这个babynance他就是美国的这个菜市场名的这个统计 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很清楚的 就就是说说这个每一个这个name就是说说是在1880年 好我们就看第一第一笔的资料就知道1880年这个女这个心心心就是 新生儿是女婴取名为玛丽的有7065人 好然后最后一栏就是指的是说呃他这里是他这个意思是说这个性别里面呃所有的婴儿呃是叫这个名叫玛丽的比例有这么多 好那我在这边我是要留一个笔留一个笔 好在在今天那个练习吧 有一个地方我们要有一个地方我们要来要要要要要我需要我需要同学呢 先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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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他这个解释是什么意思 然后有没有什么呢 然后有没有什么呃需要再做一些澄清的地方 好那这里现在还没有要你们就是说说在讨论区回去去做回去做什么就是回应这样子 这里我现在只是先做一个提示 好然后呃接下来齁才是你们可以看第二步就是要做data visualization 就是要做资料的视觉化了好那因为我们也差不多到一个中间休息的时间了所以我呃所以呃在这边呃我现在呢你们在休息的时间 因为我练我练我练习三我是已经有那个安排了就是三个chunk好那你们呢先把这电子书 因为电子书里面就是这三个chunk里的程式嘛好大家就先可以先自先自动自发的把这个电子书中的这三个程式嘛给放到你的作业中 然后你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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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可不可以成可不可以成功好那等然后等等等一下上课开始再来跟各位谈这边有有一些就是限量的这个回答的设计好还有一个活用题 等一下我们休息我们休息10点10分休息回回来再跟再跟各位说哈呃这些视觉化哈呃这些视觉化哈呃这些视觉化还有还还还还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可以去玩哈呃好我们这边先休先休息10分钟 好的 好